1-4-6 1-4-6 隊友用1-4-6的直球把打擊的林志勝給K了下去 形成了一個出局 所以你看王晉平的這種投球 快速球的運用 真的就是一個Crosser的一個角色 Jerkyu也投到正中央的位置 但是因為球的速度 讓打者跟不上去 王晉平在昨天比賽也有出來投 那昨天比賽呢 他只上來面對一位打者而已 然後隨後靠著郭君佑的全力打 拿到了今年球季的第五勝 輪到的是第五棒的曾豪君 曾豪君呢可以說是打擊狀況相當好的 原隊打者打兩隻單打 今天LAMIGO的打者當中呢 不只敲一出一隻單打的 就只有詹志堯和曾豪君 詹志堯是三隻 那龍貓則是兩隻 在LAMIGO這邊呢 今年球季呢在台南球場 打了十場只贏一場 一勝九敗 這個勝率真的太低太低了 那唯一贏的一場呢 是5月10號在台南 最後是11比5獲勝 那時候的勝頭 這唯一的一勝 就是王鋒敬 哇 努圈努圈 現場測到的是時速149公里 我們測到的是時速147公里 嗯 今年詩遠這個組合 詩隊有把這個差距給拉開了 主要就是在桃園球場 沒有輸LAMIGO 他的可以算是 軍事的一個情形 對 輸也輸一點而已 主場的優勢 對 但在主場啊 台南 還有一場在屏東 就是 這場呢 濁水系以南 應該不止 加南 平淵以南 幾乎是同一隊大獲全勝 然後這個插棒球 哇 龍貓不錯耶 面對時速147公里 他都跟得上去 所以如果球的位置 對他有利了 其實這個對決 對龍貓是 是可以期待的 對龍貓 過王晉明上來之後 就全力標他的速球 對 也確實表現得很好 嗯 現在就是要看喔 速度要快 球的位置 角度要壓得好 兩好球沒有壞球 高資剛要一個內角 漂亮 太漂亮 主審就直接判定是三振 对 这个球配得太好 一个内角 然后投手又有这么好的一个速度 角度又配得那么漂亮 上来之后很威啊 连2K 这完全是一个close的架势 那这个是判定他已经出棒了 还是好决定雷的 判定出棒 判定出棒 在这里 对 没错 主審江春伟先生他是等于判定他出棒 直接认定他出棒 从我们现在从侧面拍的这个角度来 也确实出棒了 龙猫也很清楚一下就走回去了 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左外野方向的飞球 结果是一个fall ball 转出去的 大吉伦到第六棒的陈冠润 前观人今天还没有完打三个打数没有完打还有一个双杀打 这一棒打成了在中间方向 这一棒打成了在中间方向 中间方向的平非安打这场比赛 陈冠润出现了第一支安打 在九局的上半 这一支安打也让南米狗桃园队呢 这一支再次燃起的希望 对 现在最重要应该换代跑 因为陈冠润的脚程不够快 所以要找一个脚程快的来代跑 现在换上的是余德龙 换上的是余德龙 上来代跑 轮到的是余德龙 余德龙 余德龙在前一次上来打的时候呢 第七局的时候呢 从勾进三手中敲出了一支拳雷打 本季的第五轰 第一球是一个好球 一支拳雷打 刚刚那支宣打了 余德龙可以听到 看那个拉米狗后援会 那个宣那个字还没念完的时候 蹦就出去了 蹦就出去了 对 好像那个击球的节奏啦 是那些啦啦队在帮他喊 更重要就是这一次的投打对决了 对 一番两瞪眼 四比三同一支队一分领先 推出王敬明 两出局现在一脸上有跑者 面对叶竹轩 来好一换 速球连发 连发 量好之后啦 投了一个比较外角偏低的 打了一个比较外角 来好球 ad了 击局 还没 到队 里面 好球 队 接着 点手 来好球 滑 出 最後是投出了三次的三陣 來結束了這場比賽 這場比賽中場統一師隊 最終是以4比3 擊敗了LAMIGO桃園隊 連續兩天都以一分差來勝出 昨天是靠著郭俊佑的戰艦全雷打 今天這場比賽最終 雖然殘留也非常多 但還是靠著投手群的發揮 最後是以4比3 擊敗了LAMIGO桃園隊 統一師隊也取得了在台南球場的 九連勝的成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